就会出现什么 我们的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纬度 这个是精度 那请各位把这个纬度跟精度呢 放到我们的程式里面 那特别是我刚刚讲过 我如果要让那个Map Control 移到那个位置上面去的话 必须要给它一个是什么呢 Geo Point 而不能给它精纬度 它不接受精纬度 它只接受什么 Geo Point 那我们要怎么产生一个Geo Point呢 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利用Geo Point 后面给它一个我们的Geo Point名称 叫Label好了 假设我要移动到我们的劳工工程中心 然后呢 后面New一个什么呢 Geo Point OK 那Geo Point 以上来各位可以看到呢 后面需要加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是什么呢 Int 那Latitude Latitude就是纬度 后面Int Longitude 就是什么呢 就是精度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一定是固定的 而且16的话 特别注意哦 16就是我的精纬度 乘上10的六次方 就是16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要给两个值 那这两个值我刚刚查出来 我的纬度 就是25点 就是25点 065853 那我把它乘上10的六次方 乘完之后呢 特别注意哦 就再把它强制转型 为什么呢 整数 那这个是纬度的部分 也把它乘上16次方 也把它转换为整数 再丢给Geo Point 它就可以知道 Geo Point里面呢 实际上就是两个 两个值 那这两个值就是 把精纬度都乘上16次方 那最后呢 再利用这一个 Map Controller里面 有一个方法 叫做Animate Animate To 就是移动到 哪一个呢 就是后面就加上什么呢 加上一个Geo Point 实际上各位可以看到 这后面的参数也告诉我们 一定要放一个Geo Point 一个Point 一个点 OK 那就可以把它移到那边去了 好那比如说呢 我这前面原来是日月谈 你可以再找 就是说你练习的时候 可以把它指向我们现在的位置 OK 那把它Save之后 执行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的那个位置 就移到 这个劳工活动中心 这个地方 把它执行起来 那因为这个程式码 比较多了 所以我已经把那个 刚刚我写的程式码呢 也已经把它放上去了 所以各位可以看 现在我的五公六路 五公六路应该就是 这个 五公五路 五公 那因为我 Clipable可以点击 所以呢 这个地方也可以移动 新北市 应该是在 可是它已经给我们一个 五公六路在这里 那不过好像 还是有点点偏 所以到时候呢 我们得到 因为我刚刚查的时候呢 是查到哪一点 查到这一点 有没有 查到这一点 所以它就会帮我把 这一点的坐标 把它移到中间 那当然如果说你今天呢 要比较准确的 应该是这一点 你可以再查一下 按右键 这里有什么 然后可以把这个 这个坐标 换过来之后就可以了 把画面再还给各位 试试看 那相关的程式码呢 各位也可以参考一下 我的那个分享空间里面 里面有个叫 Google Map 1的程式设计 这个参考一下 把画面还给各位 谢谢大家